我們乳房的乳頭呢 通到內部 正下方直接 落到肝臟 正落到肝臟 所以你肝精呢 太充賣肾的時候 肝氣一旺的時候 這個肝呢 它是木 木出來的話能夠生火 會推動到心臟 心臟就加速 越是以時下 一次正常的周期 是28天 為什麼 是七的倍數 女人呢 都是七的倍數 四個七天 28天是一個周期 那當 周期到了時候 中醫的觀念裡面認為說 女人的奶水呢 就是女人的月經 這兩個是 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 那 這個那個當 我們平常的奶水呢 是肺白 來自白色的 但最早 出奶的時候 初期的味辱辱的時候 出乳的時候 原來的出乳是黃色的 所以說 這個奶水 本源來自脾障 那脾障呢 瘦了五味 比如說我們飲食入味啊 吃了东西以后呢 产生的 我们有食物有味道嘛 这个味道呢 产生了脾胀 脾胀在送到 输送到肺胀以后 出来就是白色的 白色的 那白色的东西 在受心脏的影响 金和火呢 互相是相形的 互相是制痕的 那如果说 这个奶水 从肺胀里面 倒了胸腔 倒了胸部 倒了乳房里面去以后 没有心脏的制痕的话 这个奶水不会进去 会停留在肺胀里面 所以女人的 我们去治疗女人的 月经或者是奶水 或者是乳房 女人的妇人的病 我们立即强心为主 因为金和火是相形的 我们五脏里面呢 我们五脏里面 这个 相生的图呢 大家都知道 那互相之间相克呢 好 相克的和相生 就是因为有相生和相克 所以他互相之间是 制痕的状态之下 谁也不过 一过的时候 他就把你推回来 所以五脏一定要平衡 正常的人呢 就是我们想尽办法 让他五脏平衡 当个医生呢 我们去治病 治病的时候 我们就要找 什么地方不平衡 让他平衡 所以我们做个医生 最基本的 一定要知道 什么叫做正常 正常 什么叫何谓正常 那东方医学 和西方医学的正常 不一样 西方医学认为说 你夜学报告出来 指数都好了 你就回家了 可是很多人病 痛了药死 就夜学还正常 不能按照那个 做标准 正常的中医的 五脏之间的平衡呢 身和克之间呢 是互相 力量是 拉扯的力量是一样的 所以说 当我们有心脏的火 在制魂肺筋的时候 可以把肺里面的 所有的营养 统统集中在乳房上面 集中在乳房上面 那这个时候 28天以后 顺着我们的 阳明经呢 整个一直往 整个往下 一直到我们的卵巢 到子宫里面去 才会生成月经 那 心脏跟小肠呢 心脏中医的认为说 心脏 是像 是火 因为心脏不断地波动 这个波动产生的热 就是火 那正常人呢 这个 上面的肺呢 好 肺好像天一样 在上面 好 心脏呢 在这边 好 正常的心脏的热呢 要进入小肠 当你的 乳房的奶水呢 是白色的 下降到 子宫卵巢里面去以后呢 这个子宫卵巢是贴上 跟小肠是连在一起的 小肠是火 所以小肠 正常的人呢 这个火一真化 一煮以后 就好像烤肉一样 烤熟了 排出来就是精血 看起来是红色 好 当你知道这个正常的 生理状况之下的时候 好 如果有一个人 来告诉你 啊我的月经怎么很淡 小肠火不够了吗 没煮熟 对不对 啊我月经怎么黑 太热了 就你讲完了 寒热就看完了 就一个寒 我说小肠热不够就是寒嘛 太热了就黑 我月经很深 然后 对不对 你就知道了 已经已经看完了 终于呢 我们所谓八纲辩证 就是在黄金内心里面 整个从头到尾讲的 就是阴阳表里 虚实寒热 好 那我们知道阴阳 知道阳 知道表里的话 寒热已经 已经结束了 好 有时候卖的还